文章标题是有人习惯平凡的恶语商人你也要单着点有这样一种人随时随地对你批评甚至厉生厉色的大声的呵斥你如果有两三个小时不说出你的他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罕见的晴空万里 还有一种人不发火不发脾气是不可能的很少的时间不发怒 他发怒时也许是你做错事了也许是无中生有这种人从小从他原生家庭就养成了这种习惯那你怎么办你是老板你把他开除你是他太太你和他离婚你是他先生你另找别人其实都是不可取的老板也不是说是愿意开除职工 配偶也不愿意和配偶离婚那怎么办呢那就要由忍耐宽广的心怀看得远一些要有顺从和居高临下的思想 一个是自己要谦虚要与人为善二是要理解不断的批评人的人的这种习惯 很多时候都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很难改变所以容忍别人宽容别人尊重别人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最重要的牢牢记住温良功俭让 还有就是要欣赏别人比如上述两种人做面条打卤做的特别好还有就是蒸包子做各式样饭食基本上都是做的非常好的 所以你不能说是光享受别人的优点你不容忍别人的缺点这是不对的 不反驳不吭声效果好 我年轻时不知事理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资深老处长说我什么事情做的不对 我解释为什么我这样做结果老处长怒了他让两位副处长陪着他和我谈话 一位副处长聪明说有事不能参加 另一个副处长不但参加还偏由加醋加强批评我的力度 当时我不敢再说话了 机关里行政处长曾经说我们就是挨领导批评的有吗了 当然发工资给我们的是领导听领导的就是对的 爱发怒爱批评你的人他把他置于领导地位不是吗